往常都说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刚刚为您介绍的卷线器 它比较适合的是近海或者是池塘这样的钓鱼地点 但如果是要包船出海 进行海钓的话 所需要的卷线器就需要更高一点的规格 而且强度也很重要 同样获得台湾经历奖肯定的 还有安卓斯卷线器 这个卷线器它是完完全全是made in Taiwan 那么唯有严格控管品质 不断地研发精进产品的功能 才可以让宝熊它在市场上面占有领先的地位 我们来看看 搭船出海想要让大尾的鱼儿上钩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鱼的重力加上拉力真的是不得了 就是这样 种鱼之后要跟大鱼来个大火拼 卷线器不强不行 为了满足海钓者 暴雄鱼具在出招 打造了卷线器中的LV 也就是这个安卓斯传钓双速卷线器 它是高速跟低速同时具备 让鱼跟熊掌可以兼得 因为高速是在收线抛头的时候使用 而低速是在种鱼的时候可以跟大鱼慢慢磨 只是看一看要用小的卷线器钓这么大的鱼 Pippo就在这 甩个不提也不嫌累 因为它真的是比轻还要轻 它的线是从这边拉出来 到经过掉线过去的 那因为一般过去的做法呢 这个角座会比较高 所以它会比较高的时候 拉碎斜阻会更斜 那这个刚好成一直线 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让它整个人 角座跟它竹底连在一起 同时这个因为我们天天在钓鱼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Jack Fishing 就是甲尔钓滑 所以你要不断的摆动这个杆 还有不断的甩出 那这个的重量 变成当你如果是一次固定拿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一天要甩了几十次几百次的时候 它的重量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个时候它的单重 我们这是所有目前设计起来最好的抢购 铝合金的结构 所有的结构都最好的里面 它呢还是最轻的 所以到一开始设定的目标 就在市面上找出它最丁的目标以后 我们一个一个减量 每一个零件重新下来分析 把它做出来 真的是要每个零件斤斤计较 才能够提高竞争力 而技术门槛提高的同时 也让卷线器的产品价值 由一颗平均单价80块美金 一口气占上了150块美金 只不过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 得要过五关斩六将 才能够让钓鱼好手竖起大拇指 包括我们最早的困难就是 它第一个是重量 我们要把它剪到很轻 又要坚固原来强度 我们后来才设计处 把它搅作要跟主体合在一起的一个状况 同时呢 因为它这里面的间隙要非常的小 它这个间隙很小 如果间隙太大 因为现在过去线的品质比较不好 所以它要同样的强度 它很粗的线 现在线的品质很好 所以它用很细的线 它又可以装到 就要可以得到那个强度 所以因为很细 这个间隙要变得很小 不然的话不小心线会跑掉里面去 所以它间隙要非常的小 它的工材要非常的小 品质升级 利润也才能够跟着飙高 这样的卷线器 让钓鱼好手占不绝口 但是一定很多人忍不住想问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防止大陆山寨版的A货 做抢商机 猜到了吗 答案就是要不断的研发再创新 台湾人在做这些事的可信赖性 确实是比大陆来好 所以大陆它可能可以卖得很便宜 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它是不可信赖的 所以它时常发生品质的问题 所以时常它的代理商也发生 整批不能使用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种损失都会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持续用烟花 跟可信赖性的品管 来应付他们的挑战 除了用品质跟大陆货一拼高下之外 设计感 新鲜感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随每年甚至每季 他们都会要求自己要有新的产品 要让消费者一直对宝雄的商品 保持高度兴趣 Reliable是我们跟大陆的产品在比较的时候 他们大陆的它可能不被信赖 但是Okuma的它是反而被信赖 创新是我们每天都在一个新的创新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他每次都会期望 每年都会期望有新的创意 我这个在看看有什么可以用带用的比较迟的 跟小哥吧 研发团队不断研究不断的创新 找最好的人才让产品可以精益求精 他们跟自己赛跑一次要比一次跑得更快 一次要比一次跑得更完美 只是创意让宝雄屹立不摇 但是要怎么让员工有源源不绝的创意呢 他们也有绝招 台湾我们维持一个有一个坚强的研发团队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级产品都留在台湾这边生产 所以基本上台湾这边生产的都超过100块美金以上的 会在台湾生产 那比较普通的我们到大陆去 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二个 可是我们对我们的研发团队我们都有提拨专利奖金 就是说他们如果取得专利以后 所有的销售的金额里面他们有抽一定的比例 可以当做他们的奖金 让我们去 所以呢我们的研发主管啊 薪资甚至比我还高 总经理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的是他们每年都有新产品开发的秘技 而宝雄除了把研发中心设在台湾之外 高品质的产品生产过程 一样也是Made in Taiwan 最早呢可能人家觉得很新鲜买回去 他慢慢的当你是一个品牌的时候 他希望是你是一个很稳定 很可被信赖的品牌 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大的卷限器 像这种钓鱼区 他如果出海的话 坐船出去都包一条船 一天都很多钱 那如果出去到海上才发觉 钓具会的不能钓鱼 那种性质是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品牌的形象呢 就是会架构在你的品质的稳定 要求品质稳定 所以像是安卓斯这样高单价的商品 就在台湾生产 不过看一看 工厂里头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线 但每个步骤都要战战兢兢 每个角度也要要求的很严谨 要渐渐渐渐刮到 稍微把我忘记了 我躲平外的电脑就做 都照着了 这个都不会隔到了 原公每个都像平板人员 连小小的瑕疵也不放过 不容许一点小闪失大坏招牌 所以要品质一等一 每个环节的测试都不能马虎 不同的机器测试不同的性能 要看它够不够顺畅 用机器模拟多种状况 一下测试跟鱼拔河 一下要了解拉力如何 另外强度怎么样 刹车力要多大 才能够通过考验 这些都得立立把关 刚刚又出现了动作 那就是模拟说 我们中雨之后 那个雨会拉 然后雨拉了之后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刹车力 然后测试我们的刹车结构 它能不能承受 这样快速的拖拉力 只是要更上地层楼 在钓鱼界的星光大道比赛当中 也一定可以看得到 穿着宝雄制服的钓鱼选手 大战身手 每个选手都向身怀绝技 因为他们都是宝雄培养的高手 不怕花钱 不怕花功夫 因为对宝雄来说 钓具好不好 能不能钓到大鱼 选手们是最好的活广告 在美国钓鱼比赛相当盛行 就像赛车选手网球选手一样 得要绕着美国到处跑 一周比完还过一周 靠技巧征排名 能够挤进一百名 就已经是不得了的职业级 宝雄的选手当然也是世界知名 对他们来说 比赛的名次不断的往前大要劲 等于是为自己的品牌打赏名号 其实钓鱼你如果自己不懂得如何钓鱼 你事实上你设计不出好的产品 就像你根本没有去吃饭 你不知道是好或坏 你自己一定要去尝试 所以钓鱼的选手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形象 就是包括你的公司 到底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权威 你的选手也是变成你很重要的情况 第二是因为支持钓鱼选手 也是等于支持钓具店的蓬勃发展 把生产留在大陆 把精品放在台湾 让行销可以进军全球 而研发中心这颗企业心脏 更是在台湾落地生根 他们靠着不断研发新的玩意儿 让宝雄在钓具市场上 也能够挤进世界名台 在做一个产品开花 你必须直接接受到第一线的消费者 第一线的在理商 所以你必须到每一家店 去了解他们的经营的形态 了解他们怎么去做 那也是因为我们这样一家一家拜访 所以我们回来到台湾 我们开这个店 比照我们所有的心得 把它开成一个比较优秀 比较有形象的一个店